上週節目 柯老師厲害了 對於10月的行情 在整個的破壞非常的精確 但是行情能不能這麼的準確 尤其到了10月中期 你說大型股熟中一定要有 誰一定要有 台積電當然一定要有 那鴻海也一定要有 那我先講 我這張字卡非常重要 各位請注意看 當行情進入倒數計值的時候 那各位落底前的操作車 有三個步驟 這是A 這是B 這是C A就是我們剛才先講的 低位皆低基期 營收業績量力的股票 因為它低本益比 所以它安全度高 我們常常講說 決定股價最後的因素 一定來自基本面 所以這叫基本面的股票 那第二個 當10月15號到10月25號 九個交易日當中 落底訊號出現 市場將以全重股來主導 因為它會帶動整體的指數 去攻第四季的高點 所以10月15號到10月25號 只要台北股市出現落底 你就去買全重股 你就躲到山東裡面去 然後12月31號再出來 這些都會有很大的獲利 第三個就10月底到12月 集團作帳的黃金時期 為了把握投入集團作帳 關鍵的階段 那你一定要去買全重股票 反正你就看台電 台積電集團 聯電集團 華興集團 中信集團 或什麼集團 你就會發覺買那種集團 最具代表性的股票 好 這就是這三個階段 那我們今天呢 先沒有辦法講到這個階段 因為今天才在10月中旬 到11月過後 還有大概15天 大概20天 我們後面下個禮拜會講這個 我們今天先講這兩個 好 來 第一個我們來看 第一個我們就看到說 這個地方為什麼要講 低位接低基期 業界營收量力股票 來 我們換下張字卡 因為在這個地方 我記得我上禮拜 曾經跟大家講 從過去的航運股 貨櫃三雄 講到散裝貨輪 因為最重要是在這個地方 入刺激經濟帶動原物料的一個補貨需求 運價有望飆升 慧陽 育民 星星等 這些都是受惠的 所以我過去講說 你可以先從貨櫃三雄做到散裝貨輪 結果我記得隔天 星星就先出現漲停 好 我們來看 在散裝貨輪的部分 我們來請導播看下一張字卡 你會發覺說 我還是強調 在這邊業績本運比 你要看這三欄 也就是說去年到底賺多少錢 他配息配了多少 今年獲利是多少 那這些股票都比較傾向 是低位階 低基期 剛剛起漲的股票 因為中國大陸這次的經濟反轉 或是護盤 他不是短線的喔 你看鐵礦砂 你看水泥這些 都是往長線趨勢走 所以趨勢的操作區間 操作區間 他會介於支撐跟壓力之間 反正在這個地方 我提供給大家的意思是說 來到支撐 你就一定要站在買方 來到壓力 你可能不要追滿 你去做進行獲利的賣出動作 那這是惠陽 育民 欣欣的支撐跟壓力 好 很明確的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另外呢 10月1號的收盤價 然後換算到這裡面 靠近支撐 你站在買方 靠近壓力你就站在賣方 好 這是所謂散裝貨人 但是我們又重新回到下張字卡 開始談到美國罷工的問題 因為美國罷工每一天的經濟損失是45億美元 那這裡面很講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罷工如果拖得越久 那運價恐怕會大漲 那如果說航運股本身來講運價大漲 收費最大的是三家 長榮 陽明 萬海 所以我們看下張字卡 他就在這張就解釋說 為什麼遠東港口 美東港口的一個停擺 海運價還漲 那這就是相關三個 長榮 萬海 陽明 調整與航波的這個停靠 陽明用跳港的計畫 我跟各位講 我今天早上最新看到的資訊 政府基金官股在戶拿兩檔 買的最多的是這兩檔 長榮跟陽明 各位要記住 你去看那資料 他買的最多就這兩檔 當然這檔買的比較少的原因 是因為他基期偏高了 EPS沒那麼高 基期偏高 你去看長榮 陽明買的最高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圖卡 他就很清楚的告訴你 很清楚告訴你說 當美東罷工的時候 每一日經濟損失上看45億 罷工拖越久 運價恐大漲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看 我現在長榮是收在204.5 我陽明是收在70.5 我萬海是收在99.2 我先去看他說 我去年EPS是多少 那他配息的多少 我先看這兩個數字 看好清楚之後 我接下來我就要看什麼 今年上半年多少 去等同去年的配股比例 他到底能配多少 那你會發覺到說 今年的三檔股票 有兩個利多 哪兩個 第一個 是不是明年有高配息的誘因 我想你只要具有高配息誘因 你會被大型的這種基金 法人在明年的時候 就會選為持股的基本 第一個高配息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從本益比的角度來講 你現在去找 不管盤面上任何一檔股票 他今天是在204.5 你去找 有沒有人上半年獲利是21.86的 如果上半年是獲利21.86的 可能股價都是在800 900 1000塊以上 所以基本上從本益比的角度來看 你可以去選擇所謂這些股票 不是說叫你波段一直做 但是不管是短線的區間 或是波段的來回操作 我想這三檔股票都是非常好的股票 那我特別提醒政府基金 最近在買的是這兩檔股票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下張字卡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字卡了 我可能會比較用大一點的時間 來跟大家講 但是在講這檔 這五檔全中股之前 我要請導播先給我一張 台積電的K線 麻煩把我倒到台積電370塊的價位 我為什麼要從這個地方開始講 就是說在台北股市落底的時候 你會發覺在台北股市落底的時候 這是2022年的10月 兩年前的現在 也就是說我為什麼要講這個關鍵點 就是說當我們如果今年在10月15號 到10月25號之間 我現在所舉的這五檔 我用台積電來做對比 請導播把游標移到370塊的這一天 你看台積電從370塊漲到1080 其實過去沒有人會相信 在300多塊 你去跟他講台積電上千塊 沒有人會相信 當我們看到台積電這個地方 當我們看到台積電我們找370 那天最低370是在幾年幾月幾日 好 2022年10月26號 我們把10月26號打出來 這個台積電落底了之後 我們請導播不要去動它 直接切到大盤 OK 相對位置 2022年的10月26號 台積電370塊錢 大盤當時的收盤點數叫做12729 好 12729嘛 相對的也許不太可能是12629 129只差了100點對不對 好 那駐航你看從此 大盤有沒有低點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當你看到了台積電 當你看到鴻海 當你看到聯發科是 當然我還是覺得以台積電最準 因為它全職全中指標股 如果台積電出現370開始漲 大盤就不會跌了 你看台積電從370一直漲到 1080還是多少 可是你看大盤就從12629 開始一路漲到24416 所以回到那張字卡 我們所要表達的 我們所要講的就是說 當10月15號到10月25號 這五檔股票 你一定要買兩檔 其中有一檔要怎麼做 駐華怎麼做 是不是要跑到山洞裡面去 不要出來到12月31號你再賣 那我們就要一檔一檔講 去它的結構怎麼去發掘 它怎麼去做 第一個你一定要注意 它去年的EPS 第二個你一定要去看它的配息 第三個你一定要看 今年上半年 它已經達成的獲利目標 跟它的產業未來趨勢 是不是不斷的成長 好我們先來看台電 台電在這個地方到底支撐在哪裡 壓力在哪裡 我們就一個一個解釋 支撐是在月線948 壓力是在1025 好我們回過頭來去看它的K線 你注意看壓力是在1025 是不是就我過去講的 你這個缺口你一定要突破山上 你才會翻多 如果你突破站不上 你就拉回修正 可是支撐在哪裡 是我講的月線 當然你的月線用多少週期 我不知道 我的月線是用22日 所以基本上不會落差太大 所以未來台電就會進行 所謂月線的探底跟阻底 那假使我現在講兩個觀念 如果今天大盤到20922 駐航你記住 台積電落底的空間 會在月線的上下 好 但是如果今天台積電回到年限 注意聽喔 那就是我跟各位講的 大盤就可能回到等距的那個低點 好 所以這是台積電 很清楚告訴各位 目前我建議大家 在這邊勇敢的做操作 但這個地方設為短線的停損 但如果一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跟你保證 幾乎是今年的低點 最低點出現 從這邊開始就看24168了 好 OK 然後看下一張字卡 下一張字卡講的就是鴻海 這個也是一個投資朋友 非常關心的股票 那鴻海去年賺10.25 去年的配息是配了5塊4 今年到目前為止是賺4.12 由於鴻海不斷的在擴大 它的領域跟擴大它的 這個所謂的產業的範圍 今年的營收不會比去年差 大概接近 那如果能配到5塊多也不會差 而且未來會越來越看好 所以它的支撐是在22日 就是月線的支撐180 那9月27號的壓力 這個地方叫194 來看一下K線 好 月線在這個地方叫180 有沒有 9月27號的支撐在194 但如果這個趨勢結構 它沒有改變的時候 你就在這個地方一直來回操作 當10月15號到10月25號 如果它的股價是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注意喔 如果台電出現弱急訊號 它往上走的時候 194一定會過高 OK 好 這是鴻海 來 下一檔發哥 好 聯發哥的話 它去年是賺48.15 全年它有分上下年去配 總共配了55塊 那今年第一季賺36 所以今年的獲利不會比去年差 但比較可惜的是說 它是1000塊以上 基本上沒有那麼多人能買 但是我還是跟各位講 它將來還是主流 22日的月線支撐在1166 壓力在9月27號的1305 今天收1210 我們來看它的K線 也就告訴各位 一樣 這個股票有沒有 會在這個地方做整理 我還是強調一個重點 住行你聽清楚 如果10月15號到10月25號 這些股票是位於 位於這個低點的時候 你記得買進的時候 一定要看它會過這個高點 好 這樣清楚 好 來下一檔 台達電 來 台達電的話 去年賺12.86 今年賺6.43 那上半年去年是賺12.86 配息6.43 那今年上半年賺6.05 跟去年獲利相當 甚至會超過 那它的支撐 昨天收384.5 它的支撐在9月11號叫360.5 那9月27號的前壓叫404 來 我們看它的K線 也就是說這些股票 它目前來講 目前來講 目前來講 它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導播清掉 目前來講 這些股票的壓力在這 支撐在這 我們最後再來看一檔股票 叫做所謂的廣達 廣達去年是賺10.29 那它配的是9塊 今年上半年已經賺了7塊 是不是等於去今年 全年獲利應該在14塊以上 所以它今年配息不會低於9塊 那它的支撐叫260MA 就年限 它的壓力叫9月27號的前壓 叫283 今天收26 10月1號收268 那麼也就是說它的壓力在這 它的支撐在這 年限 那也就是說現在就在這區間震盪 還是強調 到時候來到這邊的時候 麻煩你所謂的低檔持有 或者低檔買進的時候 你要記住一句話 當你持有這些權重股的時候 你只要記住喔 我比如說買了10張 我5張我就長暴 我另外5張拿來做波段區間的震盪 我買了2張 我1張我就把它丟到山洞裡面 12月31號再拿出來賣 如果各位有這種概念的時候 記得今年最大的機會就在這5檔的身上 了解了 謝謝各位方老師 請先回座了 10月中旬 如果大盤確定落底了 當然最重要 馬首是瞻看台積電 其他大型全肢股都有機會 因為大盤要再度的攻高 而一起水漲船高 操作的策略 給我給你做參考了 好 不過眼前 還是好多的一些變數要排出 比如說美東碼頭 現在這工會的罷工 10月1號開始 今天第三天了 雙方還是僵持不下 目前勞方希望抬高薪資的門檻非常的高 資方現在也不為所動 在此之下 目前貨櫃三雄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因應接下來銀箱所及 以及各股的操作休息一下 先老師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 他說對 millор 按讚 信奠 他爽 點 不 一定 可以 延長 cables 停